据国防部发布11月9日消息 针对美国国会议员乘坐军机窜访台湾一事 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大笑表示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谭克菲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谭克菲表示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9日晚60区 美国国会参议员搭乘一架C40A行政专机 降落松山空军基地 机上有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台美称是在进行访问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不愿意正面回应该问题 他表示相关行程由美在台协会协调安排 16时40分 这架C40运输机自马尼拉升空直飞台湾 18时17分 在台北松山机场落地 并且迅速声控离开 今年6月 美国三名参议员曾乘美国空军C17运输机 窜访台湾省 7月15日 一架C146A美军行政专机降落在台北空军松山基地 国防部发言人吴倩大孝曾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 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 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温领空的行为 都将引发严重后果 雷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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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公正